GCAN建筑股被炒上来 GCAN是 我知道了 GCAN的老板好像是 Ajipko的好朋友 以前他们的golf 打golf的friend 我以前看到的消息 我引述 我之前看到的网上消息的看法 所以自从 GCAN这公司 自从变了天之后 2018年变了天之后 它就一直跌 跌了很多年 所以现在底部 因为便宜 然后被人家推一推上来 这个是不出奇的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 真实的发展情况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 我现在才够胆讲 现在我才够胆讲 当年就不够胆讲的 就是 当年在 换了政府之后 换了政府之后 我们的 有我们以前的认识的朋友 应该说是我的学员来的 我们的学员就有 朋友是在GCAN里面做工的 那个就是在2018年 大选过后下半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候 在GCAN里面做工的 当时候的这个 我不懂他有没有离职啊 当年的员工 他就跟我们的学生讲 换了政府之后 GCAN呢 就很难拿到新project的了 只能够做完手上的project 罢了 我在201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东西 就知道这个东西了 所以之后GCAN这个 GeorgeCAN 所以之后GeorgeCAN这个股票 就一直跌一直跌 GeorgeCAN这个公司 就是遇到我刚刚讲的 连续两个跌停板 哇还经典例子 来同学们 既然这样子的话 欣赏一下 我都讲 我们是见过连续跌停板的 所以我们是知道 交易所是怎么对 就是当你两个涨停板的话 人家就会 就是交易所就要来 保一保护你们 散户投资者 叫你们不要太过的 这个冲动最近去 那么你看第一个跌停板 那你before跌停板呢 是3块6 3块5毛6 第一个跌停板 剩下2块半 第二个跌停板 剩下一块7毛半 你看 两个连续的30% 30%的跌停板 你的股票直接被腰斩了 直接被拦腰砍掉一半去 OK 那第三个交易日 就是休息一天 能够成交 但是价格不能够动 能够交易 但是股票不能够动 然后呢 之后再跌 那些啊 那些我收这个东西好 我就来打击一下那些 我就借这个机会 来警告一下那些 用图表喜欢说 set cut loss的人 我们是不会用这种 跌多少% cut loss 或者说 这个 我的什么死亡交叉 就cut loss的 因为我们知道 你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根本是走都走不到 你set什么cut loss都没有用 因为你卖不到 直接limit down 你set在三块钱卖 根本就轮不到你啊 对不对 一开始就limit down了 一开始就跌30%了 你怎么卖啊 对吗 当你limit down的时候 你的order都根本下不到去 对吗 你说我卖不到 我原本打算3块6 我set20% discount 对不起 我set20% cut loss 我set三块钱的话 绝对安全啊 对吗 结果一来就两块半 傻了 整个人傻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 直接一块七毛半 根本就是 没有给过任何机会你走 直接套住你50% 直接 你就住豪华总统套法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 你set cut loss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情况了 所以不要以为你走得掉啊 你以为你懂得set cut loss又没有事啊 No way 对不起 讲太远去了 讲太远去了 对 讲回快快讲回GCAN啊 很快的 所以现在炒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当年的 当年的情况啊 2018年就一直跌 那我想给你们看的是 具体的fundamental的情况啊 具体的 看清楚 同学们 你看清楚 这个是我们过去 你看这个就是过去啊 我截一截图 我截一截图 我看到同学们的一些 comment啊 Marsing Marsing不是construction来的人 人家是property property company 你们又说 人家construction Sunrise也是property SPS的DI也是property 喂 打楼 你们连property 房地产发展公司 跟建筑公司 都还没有分得清楚 啊 所以你们 这样子怎么做股票啊 快点来上课 来参加 陈建老师的 Value Farm APP 价值投资 网上课程 一个星期 你就可以学完的了 对不对 啊 这个广告 植入怎么样啊 喂 我怕你们找不到 那个 报名连接 喂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要 发一发我们的 这个报名连接 给你看一看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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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做广告了 哎 你们在我的 Facebook的page里面 啊 我们的 我的顶制的 那个 啊 post就有了 哈哈 OK啊 各位同学来 看一看啊 那 我在这边 show给你呢 是公司的营业额 这个是过去 12个季度 12个季度 12 quarters 所以你看到啊 其实 GCAN这个公司 在大选过后 2018年的大选 你看这个是过2018年到2020年啊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公司 每个季度的生意都是在向下跌的 你看到吗 他的生意是真的在下降的 所以你从一个季度做100多个million 这个肯定就是他有工程啊 有project啊 到最后剩下一个季度30多个million罢了 so 当然这个也是有这个 有covid-19的影响了啊 本你前面跌到 七八十这样子的话 喂 你从100多跌到七八十的话 都已经跌到很够力了了 对吗 所以 这个就是他具体 他的 business到底有还是没有 这个就 你要关注的fundamental 你不能够知道 最近股价升啊 老师你怎么看啊 我就跟你讲 你有关注他的发展嘛 对不对 so 是要这样子做的 so好 这个GCAN就是在这边